歡迎收看301600i News 我是許桂雅 首先來看這個場面 韓國瑜他動了氣 韓國瑜他是在他的傾聽之旅 來到南投 下午是參加工商座談 這期間有一個企業主 就跟他講說 現在外勞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如果說在假日的時候 可以成立一個所謂的休閒專區 專門針對外勞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活動 就可以避免外勞出去打架跟鬧事 韓國瑜當下他就說 他原則上是同意的 但沒想到在會後接受聯訪的時候 記者就問他說 你這樣的言論是不是涉及歧視 你要把外勞通通都圈在 同一個範圍裡面 但沒想到的是韓國瑜 瞬間他情緒就失控了 連續講了三次說 你不要扭曲我的言論 到底是誰扭曲誰 我們連線給謝孟哲 好 記不記得之前 韓國瑜最喜歡用的一個詞 就是卡韓 誰在卡韓 誰會這麼無聊 包括連他上個廁所也都要卡嗎 這是國民黨立委陳學勝 他講到說警察有一些狀況 就是怎麼會以行政部中立為由 不讓韓國瑜上廁所 好 他報了這個料 不過我們整個要來還原 講的是在10月31號的時候 來看這個畫面 10月31號他在桃園有行程 他路過這個是龍岡派出所 他說爆料是這樣講說 不得其門而入 但是看到這個監視畫面是 他車子到了之後直接就開走了 是自己不來還是說不給他來呢 另外一個時間點我們看到的是 11月1號你來看看 借廁所一次 而且的確警方也在外面接他 兩個人還握手他直接就進到裡面 你來的時候真的沒有人擋你 這是另外一個派出所是桃園的人愛所 好 沒有看錯 其實警方就是你真的沒看過 是警方會把這樣的畫面 借個廁所還要把它曝光 還不是因為說警察也驗不下 被選舉操作了 好 的確是有畫面有真相 我們一起來看警方 他們對外公布的最新畫面 韓鎮營放出這樣的消息說 警方以行政部中立為由 所以拒絕他來上廁所 真的是非常的冤枉 好 這個話題也持續在立法院延燒 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在立法院巡答的時候 也被問到了這件事情 他說真的是子虛無有 我們一起來聽 真的沒想過 上廁所也會成為新聞的話題 不過我們回頭來看的是 共識政府他們曾經在 這個7月份的時候就說過說 魏全龍要來高雄的 澄清湖棒球場 不過呢最後魏全龍他卻是跟 新竹市來簽約了 好 當時運發局是這樣講說 他們是從領隊方面得知說 魏全龍他們選擇要拿高雄來做主場 但是現在過了三個月之後 整個事情都不一樣了 運發局長陳少彤他居然還有臉說 因為魏全龍他們是不夠專情 好 看到在這個巡答過程之間 高雄市議員邱俊憲他就算說 不就跟市長一樣嗎 對高雄也用情不專 我們看到的是之前他們 韓國瑜就講說鳳凰都飛走了 現在也套用他說的話 現在綠營的市議員就想說 不只是鳳凰飛走了 包括龍也走了 高雄鳳山游泳池委外經營 票價一口氣原本只要52塊 但是現在要漲到90塊錢 漲了70% 非常誇張的是他一面漲價 另外一面他縮短了營業時間 原本營業時間是8個小時 縮短只有2個小時 立委就抗議韓國瑜莫望世上苦人多 大選一道有另外的陣營就會說 小英總統根本就沒有什麼執政的成績單 不過小英總統最近就推出了競選影片 這個主題叫做關心台灣 內容是細數 包括像是股市破萬點 基本公司調漲 農產外銷創新高等等 這等於是小英政績的懶人包 還請來滅火器主唱楊大正 跟小英總統一起來配旁白 開開心心出門卻沒有辦法 平平安安回家 南投澳大森林遊樂區發生 一名不到兩歲男童 墜橋身亡 他的雙親目睹兒子就這樣掉到橋下去 但是卻沒有辦法救人 打擊真的很大 在今天下午是強忍的悲傷 來到現場來招魂 好究竟這個意外是怎麼發生的 是不是人為的疏失 還是說外傳這個男童他先跌倒了 然後防護網就這樣撞破了 才會發生憾事 檢察官來到吊橋也要進一步釐清 到底是什麼原因 雪珍倒數68天 在週末的時候 非常多的選舉造勢場合 現在在台南就傳出 有一些流動賭場 就趁著這樣的時間點 要懶客來開賭 因為警察可能沒有空來積查 好所謂俗稱是 妞妞的撲克牌的職業賭場 他們深夜的時候來營業 警方是白天要為安 晚上還要埋伏來抓人 二十幾名的賭客 是出動了警備車才載得回去 教育部推動品德教育 在表揚大會上頒獎給 四十一所特色學校 民眾為什麼驚呆了 因為他在路上就拍到一台BMW 但是呢是大家都沒有看過的款式 這個車主呢 他把它整個改裝過後 是把車頭整個切掉一半 變成了露營車 改裝費用至少就要花五十萬元 但是上路還有很多的關卡要走 我們一起來看 為了讓民眾更了解司法 司法院首度跟明華元一起合作 要推出的是歌仔戲的連鎮劇場 荷蘭人最愛的運動就是游泳 而且是不分年齡層 其實是因為荷蘭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都是低於海平面 發生過非常多次的水患 而且死傷無數 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來到荷蘭